台湾歌手陈晟 今年7月被女性設計師指控言語性騷擾 事後他未有正式回應並如期開場 陈晟這日在台北出席跨年演唱會記招時 首度就性騷擾風波公開道歉 並訴說自己近期的慘況 結果我的市長很可愛 竟然又交代里長 叮咚叮咚按我門鈴 在我生日的時候 跟我說 陳大哥 我們那個進樓重陽紅包 重陽姐紅包你都不來臨 其實我個人今年後半年的收入是一千五百塊 日前度過65歲生日的陳晟 透露平時除了游泳、踩單車之外 其餘的時間都是滑滑 自捲入性騷擾風波之後 也激發了自己的創作靈感 因為作為一個創作者 任何的壓力都不能浪費 雖然今年發生了一些 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回事的事情 我是沒有閒著 我突然又開發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把圖的想像 我就開始做下來 因為唱片已經做完了 所以我的情緒都已經交代完畢 所以我就沒有再把我這個情緒寫到歌裡 我就變成圖畫了 對 一直畫 都畫了七八十張的圖這樣子 然後我把它稱 可愛的稱之為糯米兔系列 講到即將推出的第三十張個人新專輯 和幻大腸癌第四期的漫畫家蕭言中有合作 陳晟一直都很關心對方 他已經在家戶病房 不太容易看得到 那即便 也許 也許他不理我 就是因為他不理我嘛 因為他以前 認識了四十年 他以前有過一些不理我的時候 我理解他的不理我 雖然我 每天還是會跟他 傳個簡訊問他晚安 那 那 anyway 也許我們可以在別的地方再碰面啊